DHG9073烘箱操作步骤 打开电源 按SET键5秒钟 然后出现了一个P字 松开,手松开 再第二次按SET键 出现了一个5000 你松开有很多名语 出现5000 第三次再按SET键 出现这个J字 手松开 第四次再按SET键 出现了一个125 再松开 第五次按SET键 出现了一个D字 再松开 第六次按SET键 出现15 第七次按SET键 出现了1H 第八次按SET键 出现20 第九次按SET键 出现HC 松开 第十次按SET键 出现4600 第六次按SET键 出现JP 第六次按SET键 第六次按SET键 出现JP 这时候 改成55的时候 改成55的时候 就是什么 按一下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SET键 出现一个P字 然后你看 看到吗 这个定时的灯 就亮起来了 然后这个定时就起作用 这就定时起作用了 好 现在再按一下SET键 就出现了一个SU 这SU 表示就是设定温度的 好 现在可以设定温度了 来 我们设一个110度 看一下设定了 看一下设定了一百 啊 这SU就出现110度了 然后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就是出现了一个TT 然后我们来设定时间 这个时间我们设定一个300 比如说302 来 就是那个5小时多一点啊 好 现在呢 怎么来那个加热器 加热灯还没有亮 我们怎么开始工作加热呢 请按一下这个SET键 要5秒钟 不是按 不是按SET键 按上下 上中间这个镜头 上面镜头 你上面镜头是这样子呢 导演是这样子 你看 5 5秒钟 直至加热灯 加热这个灯亮起来 好 好现在加热灯亮了 说明加热起作用了 OK 就是OK了 现在温度已经 这个现在是 这是时间还是5温度 温度温度 现在已经温度是已经到99度了 到了一百 一百那个十度会自动会 那个报警吗 不 就自己可以 就是到了5个小时才会报警 到了5小时自动会 那个报警 如果中间出现 暴警的话 有可能 我们温 时间设的过短 温度还没到 也会出现 暴警 对对对 好 OK 把火灯下了 看一下